兄弟们,这我是刚刚这个一个人房车玩的一圈回来啊,又马上一个人出发了啊 把老爸老妈扔在山沟里了,这段时间机票打折不是挺便宜的吗,准备去泰国晃悠一圈是啊 上车饺子下车面呢,所以说我们家出门啊,这个永远是这顿饺子是落不下的 这啥馅呢?香菜 香菜的啊?讲究啊,我说那香菜就给拔了吗 香菜馅儿的饺子,开玩笑了,多奢侈,香菜多贵啊 咱们自己压重的,后缘子就有,看我娘包着大饺子,妥妥的 我来干嘛,是吧?不用 那我点火啊?嗯,好嘞 点火也行,不如说没气 没气大不行,没气不是味儿 看咱这个四十几码的大脚鸭子,一脚能拆断多少根?嗯?一脚能不能拆断?要点功夫啊,那你没这几年的这个什么南泉北土啥的,你练不出来就完了 准备好,别眨眼,哎呀我去呀,真没蛇的呀,啥玩呢?哎呦我去,这么硬吗? 哎呦我去,他踩不到你了,我白长了一百多斤人了,这柴缝有点湿还是咋的呀? 你这鞋也不值钱,你拆了 我这知道拆完了会挨出我,你知道吗?这个挺物模仿啊,这玩拆这玩意有技巧的,你拆不好会闪着腰,我告诉你们 他一定要脚用劲啊,不能腰用劲,知道吗?而且是脚跟用劲,还不能脚掌用劲 说的都挺好,花叶冲还能脚腰一样,这爹哪壶开起来,再来一次 669100百,不擦烟是进来塞,羊6腰,塞笔杆,小吉娘不大点,走起都来,鸡灯咯灯都是点 你看,我能对上暗号了,我们家都有暗号的,你开玩笑呢 然后呢,又开始搭架了,搭架呢,是有技术的啊,你搭不好它不着,先给它搭个底板,再搭个上板,开始这个,引火这块啊,它不怕碎,你知道吗?可以用点这个小碎块,引火是个技术活我跟你讲 尤其是你遇到野外生存啥的,它先是用小毛茸茸的引着,然后你才是这个小的柴火,然后才是大柴火呢 而且要带这种什么呢,看到没,这种毛毛刺的,哎,它好着,你要这种齐头的,它就不好着,对吧?所以说你把这个引火的这个火源嘛 然后下面就简单了,你就,是吧?这边搭一下,哎,斜一点,你得出空气啊,对不对?看到没?哎 然后呢,它这块着了,你看,你这块得放这,是吧?你得给这个火着起来的,它有点有点地方的,知道吧?看到没?这样它才能着 好,这些找起来了之后,你再怎么点都没问题了,就往上压就好了 上面随便了,就部分查不查了,是吧?都妥妥的了,好,齐火,你看,是不是?四面你还有空间有空气 我点一下试试看找不着啊,好了,我们现在点火呢,还是用这个神器来点啊 哎,你看,点就先点这儿,知道吧?下面着了,上面就着了 正常如果没有这个呢,你就这里放点引火的那个火,有火种就行 我这个下面这个麻法是专门给它用的 这一充,你看,是不是都着了? 是不是着了?哎,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就很成功了,看到没?下面着了吗?你看,是不是上面就给引着了?多漂亮,多专业啊 哎,自己夸自己吧,专业引火好多年,小的时候我老妈做饭都是我引火 刷锅,烧水,刷,哎呦,我自己夸我一身呢 好,盖盖,不用七七四十九分钟啊,开锅就行 这个,这个鸡头有点小是不是,小鸟子啊,小鸟子啊,小鸟子能不能包出这么大个呢? 谢谢 我真不会,你看,咱俩包鸟子,同样的那个啥,我包的就嫌小 你看,下多一样,你看我同样的鸟子啊,我跟我娘包的鸟子 看看是不是差不少 左边是我娘包的,右边是我包的,这就是专业 不放线就行了,包,这都挤出来了,不会 不会,不会就说不会,你就说不会 好嘞,饺子准备下锅 看看,这水开的瓦瓦呢,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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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嘞,出锅了,哇塞,我妈包的鸟子是大,不服不行 好嘞,尝尝我娘那个大馅饺子,哇去,你看我娘包的,馅特别多 我搞点蒜酱,嗯,看点蟹,脱脱的,嗯,好吃,其实香菜牛肉的更好吃 一口一个,爆炸,快吃饭你了,嗯,好吃 他那饭店,快吃饭你了,一个大包他都给你那块子,反正他也不花钱 给你啥块子,这块子,这块子 饭店快吃饭,饭店快吃饭 这只要你吃饭了,就还剩个啥呀,那不行,他这块子不花钱 啊,这块子不花钱,对 对,塑料快吃饭了,嗯,饭店快吃饭了,给你品块自己花钱买 听懂你说话,哦,跟这个辣椒不辣的 他这筷子呢,是什么呢,是那个,就是,买餐具,租餐具知道吧 一块钱一个,一套,一双筷子啊,餐具就玩啥的 知道吧,因为这三十套,三十块钱 你带着你回头给人反过去这个,什么盘子玩 快要多花贵 也反了,三天不数数嘛 一律一板都扔你们了,马七刀一扔那块,哪会有人去刷去 刷完给他,给他封好了,没这么回事 所以他给,有的时候打外卖,他也把这玩意给出去 哈哈 哈哈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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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